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早上從大阪一行之家出方前往地鐵 建金本町站 搭乘地鐵到梅田站 轉乘板及京都本縣到京都 再轉乘205號公車前往京閣市 京閣市原名陸苑市 是一間最早完成於1397年的日本佛市 位於京都府京都市北區 因為市內核心建築設立店的外牆 全是以金箔裝飾 所以又被暱稱為京閣市 曾多次被燒毀過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建築 是在1955年重建的 於1994年以古都京都文化財的一部分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不動堂祭拜的是不動冥王 這裡除了可以碾箱許願 也可以點蠟燭祈福 園內的占地範圍雖然不算大 但處處充滿特色建築與異花其實 讓我們留下深刻的美好記憶 我們搭乘484 207號到清水道下車 沿著緩坡慢慢往上爬 來到充滿濃濃傳統日式風格的街道 兩旁有很多特色商店 有賣吃的也有紀念品店 還有賣好吃的泡芙 有抹茶口味和卡斯達醬口味 清水市建於京都市東部的英宇山上 建於西元778年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清水市為動糧結構寺院 大殿前為懸空的清水舞台 由139根高數十公尺的大圓木支撐 全程沒有使用任何一根釘子 地主神社隱身在清水市鎮店北側 主要供奉良元之神 是日本有名的結緣祈求戀愛運的神社 這裡還有兩顆戀愛占卜石 兩者相距約十公尺 據說若能閉睜眼睛 從一邊的石頭走到另外一邊 戀情就能如願 陰與瀑布共分為三道 由左至右分別是學業戀愛健康長壽 方式 کے的部份 參觀完清水市後 順著參道往下走 漫步在寧靜又乾淨的日式街道中 我們還不時穿梭進去各式商店逛逛 覺得好自在又愜意唷 途中真的有巧遇遺跡耶 京都的八板神社是日本全國3000多間八板神社的總社 自古以來香火鼎盛 位於京都主要道路之一是條通往東的方向 就在紫圓與清水寺之間 是來京都自由行不可錯過的景點之一 花劍小路位於京都市紫園區 是京都市最有名的街道之一 這裡到處都可看見傳統木屋商家和古色古香的茶屋 是個充滿歷史痕跡與意義的地區 這裡也是其中一個保有京都意記的地方 在這裡漫步還有機會可以親眼目睹意記的優雅姿態哦 在這裡不然咧 有話 嗯嗯 下午10分我們回到京都最熱鬧最繁華的四條河園丁 這裡有板級百貨、高島屋等大型的百貨公司都聚集在此 周圍還有很多服飾店、日式雜貨店、土產店等等 附近還有新京級商店街和市丁通商店街 除了服飾、土產、雜貨店可以逛逛 還有超多不同品牌的藥妝店都集中在這 可以盡情大勢採購一番 這幾天逛下來覺得京都大多數的藥妝都比大阪便宜許多 結束京都的行程後 最後我們搭乘板級列車回到大阪市區 逛逛百貨公司看到好多柴犬周邊商品 好可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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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